這球真的蠻取喪的 然後因為我自己覺得 這場球真的是一個 非常好的機會 然後在賽前我也就是有 研究他的打法 也對自己蠻有信心的 當然就是到最後真的是 體能上面 要再更加強 因為今天的 天氣跟那個 潮濕 真的比較潮濕 所以導致我到後面的時候 有一點 水分流失太多 然後自己補充上面 來不及去吸收 這邊 手跟腳都抽筋 這邊然後腳是 兩個小者跟 打對這裡 有點尷尬因為 我腳打直的話這裡就會抽筋 但彎的話小者也會抽筋 所以就 然後 就知道到底要怎麼去調適 這樣 他就幫我按摩一下然後拉筋一下 其實有比較好一點 但 恢復之後變成說我 整個肢體很不協調 然後球來我就 感覺都慢慢拍 然後就失誤很多 就是天氣的問題 因為我看今天滿熱的 對 其實 像亞洲 天氣比較潮濕 所以 我剛從歐洲回來就 汗會流的特別多 然後 我已經盡量就是說 水分跟那個 碳水化物盡量 補多一點 但可能 可能還是不太夠 就是 消耗的特別快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在網站裡 海報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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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